HELLO 我是阿怪 又到了每週星期的手機電玩新聞報啦 今天大家有沒有覺得哪裡不一樣呢 對阿怪換了一個新造型啊 新的一年也要新的氣象啊 今年也由阿怪來幫大家介紹更多的好遊戲吧 那我們看一下本週有什麼遊戲賞事吧 阿卡下計畫是一款3D美少女戰機 角色扮演的卡牌手機遊戲 擁有UNREAL 4 隱形精心製作 與明亮雙眼的遊戲畫面 故事背景在面對離太能量與戰機的誘惑下 平日被秩序與道德壓制了醜陋的慾望 在這一刻卻光免堂皇的出現在所有人的面前 而玩家將扮演指揮官需要引領麗霞的戰機 恢復這個崩壞的現實世界 遊戲的玩法是3D的即時式玩法 一場可以安排四位角色上場 在遊戲中上場的人物都會自動戰鬥 玩家只需要在怒氣值滿了之後 就可以使用角色的專屬必殺技 而在角色上面也會分成四種類型 突襲、攻擊、防禦、輔助 而另外每位戰機至少擁有四個技能 玩家需要合理的搭配上陣隊伍 不同的人物搭配也會有不同的元素加成 另外還有一個滿特別的地方就是極限技 當能量累積足夠的時候 玩家就可以使用合體的極限技 個人感覺還滿有趣的 以Live2D的人物畫面加上頂級了日配身優演藝的特色美少女 整體來說算是一款滿不錯的手機遊戲 奇蹟正宗續作是一款旗艦級魔幻手機遊戲 也是2001年PC線上遊戲 奇蹟Online的手機改編作品 是我目前看到畫質最好的奇蹟系列作品 遊戲也特別找到了動力火車擔任遊戲代言人 玩家將扮演帝國的新兵 為了保護國家而加入義勇軍當中 在遊戲中共提供三種職業供玩家選擇 攻守兼備的近戰之王-簡四 世間元素的掌控者-魔法師 劍術精湛的精靈射手-弓箭手 而後期都還可以再轉職兩種職業 當然也可以自訂口法、顏色 還有臉部的細節也都可以 與以往的作品感覺起來有很大的區別 戰鬥強是3D動作類型 可以看得出來遊戲畫面真的還算不錯 在使用技能所展現出來的畫面 都可以看到有很好的驚喜程度 採用虛幻引擎搭建的全新魔幻場景 媲美IMAX電影及畫質的頂級渲染 將華麗美學演繹到極致 PER材質40渲染 讓玩家盡情暢遊在5500萬平方公尺的 魔幻大世界 將鏡頭拉到第一人稱視野 在近距離的畫面表現也不錯 而且畫面會變得非常有寧常感 在遊戲中玩家需要達到特定的等級 才能透過魔法商店購買技能 另外也可以在技能欄位 預覽該技能的使用畫面 遊戲在很多地方都算蠻用心的 像是與每位角色對話的時候 都會有很細緻的畫面以及語音 另外在開啟座騎系統的時候 也需要透過小遊戲才可以學習馬術 不過在騎上獨角獸之後 整個人都變得帥氣許多啊 後期更有很多的PVB玩法 可以與好友們一起作戰 雷亞遊戲10周年紀念作品 LIMO2在1月13號全球正式上市 承襲了素材經典 落下式鋼琴演奏玩法 遊戲是一款結合音樂節奏 與解謎故事的冒險遊戲 玩家將送送女主角艾可 透過演奏音樂探索場景 並且與大量的NPC互動等一連串冒險旅程 一步步拼湊這個世界背後的真相 遊戲的玩法是音樂節奏玩法 玩家需要根據畫面上的節奏 來點選雲目 融合了故事解謎與音樂節奏的兩個核心玩法 無論是否為音遊核心玩家 都能享受到遊戲的樂趣 而這次的節奏模式 不僅擁有流動的普面視覺設計 在玩法上更添加了豐富的拍點與變數設計 遊戲更收入了超過100首風格多變的曲風 玩家可以透過推進劇群探索場景取得部分群目 包含來自貝多芬、莫扎特等經典作品的改編樂曲 都等著玩家們來挑戰 《勇殺器童話2》是一款全新的反傳童話 RPG 手機遊戲 這遊戲中打造一個全新的童話世界 因為禁忌黑魔法的入侵 原本大陸上無數的城堡都遭受到無情的侵襲破壞 而玩家將劃成為某個城堡的領主 為了守護童話大陸挺身對抗黑魔法 在遊戲中共有五種職業 騎士、獵手、巫師、贏者、月師 而人物的部分還可以調整 臉型、髮型、頭飾都可以裝扮 遊戲中的玩法常是動作類型 一開始還以為畫面就是這麼小 而放大之後遊戲的畫面還是一樣精緻啊 而戰鬥的畫面與打擊感都還蠻不錯的 更有多樣的魔法技能 讓你在搭配的時候變得非常豐富 在六集之後就開啟了夥伴系統 玩家可以與多畫的童話故事裡面的夥伴一起合作 在裝備上之後除了可以增加角色的戰力之外 也可以額外提供多一個技能 有時候多一個技能就可能可以扭轉戰局 顛覆了傳統的童話故事架構 反轉童話角色既有的形象與個性 在遊戲中更有多樣有趣的故事情節 然而你也會漸漸發覺 比童話中的夥伴們 怎麼會跟印象中的完全不一樣呢? 全意是自由策略卡牌手機遊戲 戰車三國是在1月14號正式上市 而遊戲也特別找到了領選擔任遊戲代言人 以三國的原點為基礎 傾心打造的全五項陣容 不僅真實的在線三國歷史故事 更給玩家提供一個全意識自由的謀略戰場 遊戲的玩法採用的是即時之玩法 一場可以最多安排六位角色上場 根據不同的技能、戰力、兵種和布陣位置 選擇需要上場的武將 而不同武將之間也會有不同的擊敗效果 武將在透過身心之後 還可以取得更多的被動技能 大大增加了武將的武力數值 而後期還有更多的工程玩法 等著玩家們來挑戰 未來職業棒球是由中華職棒正版授權 3D棒球競技卡牌手機遊戲 遊戲歷時三年的時間進行開發 並採用了2021年最新的選手陣容 匯聚了台、美、日的棒球專家 完美還原了最真實的職業棒球體驗 玩家將扮演第一輪指名的選手 加入這個棒球的起始之地 一開始可以選擇五個球隊之一 當然也可以設定自己的能力數值 包含了進攻型、放手型、均盆型等等 遊戲的玩法就是棒球遊戲玩法 玩家可以擔任打手或是投手 而打者是需要先控制自己的打擊範圍 當球進到綠色的鴿子之後才能打擊 另外也可以控制自己的特殊技能 當然只要打擊得好的話 也有機會可以揮出全雷達喔 而投手的部分就相對簡單一些 就是控制球種還有投球的體力 當然也有一些特殊的技能可以使用 算是還蠻不錯的 而遊戲中不僅僅只是個運動遊戲 另外在養成與劇情上也都非常重要 而在不同的選項會帶來不同的處罰事件 也能得到不一樣的技能 玩家可以與多位美女夥伴發生羈絆關係 而羈絆關係是可以提高自己的能力數值 開發團隊為了讓玩家擁有獨一獨二的遊戲體驗 構思出與目前市面上棒球遊戲不同的玩法特點 給玩家最特別的棒球遊戲體驗 N1遊戲代理發行的新世代生存奪金手機遊戲 超凡先鋒在1月14號正式上市 遊戲事前登入更是突破了50萬人啦 結合了大大殺與令人驚豔的生存奪金玩法 重新定義了刺激的遊戲生態 玩家可以選擇裝備登入遊戲戰場 在地圖上與敵人展開物資上的爭奪 玩家可以在紅灘避難所或是沙漠等多樣的地圖展開單局對戰 在遊戲中達到特定的條件就可以開放逃離點了 將收集到的物資全部帶出去 還可以在交易所販賣物品 而在後期更有有趣的玩法 可以自由改裝槍械 導造專屬的最強戰力武器 時光夢醒是由Bilibili獨家代理的 都市奇幻劇情手機遊戲 億萬而生的生物 它們潛入夢境歸探你內出神出的秘密 而你一旦回應 它們將阻入你的身體屯飾你的靈魂 以錦家、獎家為首的驅眼師組織 它們負擔起了除魔未到的使命 而玩家將扮演驅眼師 而實際上身分卻是眼 尋找突破自身解除的方法 遊戲的玩法採用的是卡牌式戰鬥 一場最多可以四位角色上場 角色們都會自動戰鬥 而每一位角色只能使用一種技能 在遊戲的左下方會有收集的能量 當能量足夠的時候就可以使用了 而另外角色在被攻擊的時候 也會產生怒氣質 當氣集滿之後也會觸發本身的天賦 再搭配使用技能 就會出現不可一知的特殊效果 而遊戲的另外一大特色 就是電影般的故事情節 各種精心設計的原創劇情 和橋段以電影的形式呈現 帶給大家更多的情感體驗 而配偶之間還有很多獨特的互動方式 配偶的選擇也會導致結局的不同喔 2022年台北國際電玩展 台北Gameshow 將於1月22日至25日上午9點至晚上5點 在南港展覽館禮館登場 而玩家購票入場還可以抽 PS5、Switch還有Xbox主機 而本次電玩展 預有140款遊戲登場 化含韓國上市的跨平台 MMO、RPG大作、奧丁審判 還有RO系列等特別曝光的 三款台灣未上市作品 並有多樣的遊戲等著玩家們來現場探索喔 Cacaro Game日前宣布了奧丁審判事前登入正式在台灣搶先開跑啦 遊戲是以北歐神話故事作為背景 所打造的4K高畫質手機以及PC多平台遊戲 Cacaro Unreal Engine 4 引擎開發 特別採用家用主機常使用的3D掃描以及動態捕捉技術 讓遊戲的角色得以展開超細事擬真心暈流血的流暢動作 讓玩家可以體驗生動的故事以及打擊感十足的戰鬥 在下禮拜也有什麼有趣或是值得期待的手機遊戲上市呢? 分隔國際代理發行的西方惠本風放置策略手機遊戲 勝數換歌確定會在1月22日正式上市 並且同步十足遊戲愛人男星亞 而遊戲採用的是放置玩法 單手也可以爽快戰鬥 玩家只需要利用先下時間 即可體驗升級養成樂趣 超佛系的放置玩法 由光榮正版授權發行的次世代三國無雙動作手機遊戲 真三國無雙吧! 宣布將會在1月份正式上市 我們將可以體會到 真三國無雙系列手機遊戲的完美還原 更在當下與手機遊戲優點相結合 開發出適合市場與受觀眾亮點的玩法 而遊戲美術的部分 將沿用6代的設定 武將原畫與動作模組 都可以玩到如實的還原 讓你親身體驗賭場殺場 必敵萬人的臨場快感 以上就是本週的手機電玩新聞報啦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在下方留言給我 喜歡的觀眾幫我點個讚 訂閱一下 也麻煩開啟小鈴鐺啊 我是愛玩搞會小怪 我們下集再見啦 掰掰 掰掰 我們下集再見